还记得上一次奥斯卡主持人跟大明星们的自拍吗 很多人喜欢用手机拍照 摄影师阮喜他就用手机在街头拍摄有趣幽默的风景 他有一位很知名的摄影家父亲叫阮毅中 虽然在父亲的光环之下 但是他有自己独特前卫的摄影风格 而且自然流露生活的趣味 他说拍街景最重要的是剪法的艺术 因为台湾的街景通常比较混乱 你得在反乱的东西之中找到台北的精神 走在熟悉的街头观察四周举起手机摄影 在新锐摄影师阮喜的眼中 这就像日常生活一样随性自在 台北的街景就是说实在话比较杂乱 那其实更考验街头摄影师的一个构图能力 因为你要好的街头摄影东西其实是剪法 你要怎么样在反乱的东西里面 抓到重点跟主题 那这样表现力才够 虽然街头摄影是拍人跟景的关系 但是我尽量以不要去影响或干扰 打扰别人为主 对 虽然画面可能很有趣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很尊重对方 被设者 阮喜的父亲是国内知名摄影师阮毅中 自己用手机拍了好几年之后 有一天鼓起勇气拿给父亲看 意外获得赞赏 那他自己走过这条路 他知道拍照有多辛苦 而且呢 我如果来拍照的话 其实呢 我会在他的声明之下 那会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根本不建议我拍照 那我父亲看以后就 他其实蛮惊讶的 因为他觉得 我竟然有在拍照 而且拍得还不错 而且量还蛮大的 那他很开心啦 他嘴巴不讲 可是他可能跟别人都这样讲 然后写的文章也是这样子 负责两人把摄影当成一生的信仰 父亲软意中 风格以黑白计时为主 关切社会相土 与儿子软喜的 幽默轻盈的风格截然不同 他为儿子的摄影书专闻推荐 亲自挂保证 现在软喜出书 海办摄影展 取名就叫做怨喜 因为其实怨喜是一个我的外号 那这次这个展览呢 跟书呢 又很符合这个名字 就是我把整个城市当作我的怨喜一样 我很开心地在里面 徜徉 然后我记录 我看到有序 诙谐 幽默的事情 所以就叫做怨喜 两年时间累积下来的作品很丰富 有台北街头风景 还有大阪知名的跑跑人广告看板 以及这张他最喜欢的日本京都鸦串的照片 那这个时候我就预期说可能是有事情要发生 好果然 他们猜拳开始要跳棍子 那所以呢跳到对岸去这样 那就是因为我有预期 所以我在十阶的后面等待 所以就不做到了这个画面 对街头摄影师来讲 很重要的是呢 当你一直不断在观察的时候 很多好的照片呢 都是因为你敏锐的观察 那你预想到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你在那边等待 摄影有时候没有特定的目的 日常的观察 耐心的等待 就能像阮喜一样 用手机也能构建一张张有故事的照片